我们总是羡慕高手有碳围观止的假动作 那么我们该如何练习羽毛球假动作呢 三个技巧教给大家 首先我们要明白假动作的底层逻辑 它其实就是骗对手的一个节奏 启动节奏或者是骗对手的一个预判 那我们关键的目的就是在于我们 手上出手的节奏变化和球路的一个变化 要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同样是放网 我正常放和停顿放 可能就会骗过对手的启动 第二呢要拿在较高点的位置 因为一来呢是我们这样有时间去停顿 二来呢我们拿在高点给对手更大的威胁 让他更容易产生误判 最后呢我们在停顿完真正出手的这一下 动作不易过大 我们可以手臂放松一点 把这个球停 放过去 那我们需要反复的大家多练 找到你这个球的感觉 然后再配合你一点点演技 你身体的一些晃动 来达到欺骗对手的一个目的 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